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有些个朋友们呢 以为啊 学了一段时间的砍书之后 平时的应用问题就解决了 实际上呢 并没有真的解决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新书问题不解决 实用的问题就不能彻底解决 比如我们平时用纲笔也好 用什么笔也好去记录 或者是写一些个文章 或者是等等 在你实用当中 多数用的都是新书 或者参加一些草字 凯书呢 在平常我们正常的英文当中 实用范围不如这个新书更宽泛 但是呢 凯书是作为基础 如果你凯书写的不好 那么你的新书就好不了 就直接影响你的一个实用范围和实用的一些能力问题 所以说 急于秋成的想呢 学几天楷书 马上就平时写字就很好了 这想法太幼稚 就是一定要拿出一点时间来 先把楷书打好基础之后 然后再学新书 现在很多人新书写得很流畅 但结果出来并不美 原因就是楷书底子不好 我说了 新书写好了 这个实用问题就解决了 像这位朋友呢 是一再地想把法帖上的东西和实用结合起来 那么需要耐心一点 特别年岁大的人容易浮躁 小孩子们开始练字呢 心比较近 所以他没有基于秋成的这种心情 年岁大一些人呢 务必保持这种啊 甘于寂寞 要静得下来 是这样 所以呢 楷书有个基础之后 把新书在训练一段时间 很快的问题就能接触到实用的一些个具体问题上来 那田老师 如果在法帖当中没有的字 又怎样运用所学的笔法 字法来写出这样的字呢 而且从临摹到运用 有什么样的规律可循呢 这位网友继续提出的这个问题啊 也很好解答 因为啊 我们讲字 讲书法 只能是拿出一些个典型的字力来告诉大家 不可能把所有的字都对大家演示一遍 或者都把这个法则一的告诉 这就是说 只要你学会了一部分字 就会背一反三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当你还不能背一反三的时候 我告诉你什么原因 就是你那个一还没有背好 只要背好一了 就能反三了 当你不能反三的时候 你自己一定查阅你那个一是不是背的很好 好的 谢谢田老师 那么在今天的每日一字节目当中 您要给大家讲解和示范哪一个字呢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独字 独就是孤独的独 单独的独 一个犬游 这边一个鼠字 我们来边讲边写 这个独字啊 它的难度比较大 难度大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这个两个方面 犬游和这个鼠字的右边这个弯钩啊 都有相当大的难度 我们先说一下 我们平常所说的犬游 就是这个犬字旁 这个犬字旁呢 就是这个犬字 它在左边的时候 它就变形写成这个样子 到右边的时候就不变形了 就直接写了犬字 所以古代呢 总是以右为上 右边的字基本不变形 因此呢 左边的这个犬游啊 应该要变形 我们把这个 左 写在左边的这个犬的这个不少啊 再向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注意看 这一笔啊 是略加仓风的 就是齐笔是略加仓风 右边齐笔有两种 一种就是须间入直 大家注意看 是这样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就是它起笔的时候啊 它反切了一下 这是第一笔 然后右笔是这样的 我把它单独写给大家看一看 就直写这个树斑钩 大家看 一种是这样的 这是一种 一种是这样的 所以这两种啊 都可以使用 但是这两种呢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它尽量的多出来一点 就是探出这笔之后 尽量远一点 右边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笔画 和那个上面的一笔呢 往往形成一个 阳角形 我们觉得就是 古代的书家 对这些个字的点化 和结构的研究 真是啊 我们现在想起来 都感到神奇 你看 它这一笔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阳角形 然后这笔是这样的 又出了一个阳角形 你看 正好这是这样 这是这样的 互相往里抱着走 所以 这样的字式出来之后啊 感觉非常的严谨 因此大家 要把这种点化练好 这是一种 就我第一种说的这个 就是撇完之后呢 直接这样写 它不向那边 两头 就这样写过来 这还也可以 不过更讲究一点 就是 我说的这第二种 撇完之后 这样一个阳角形 所以 这种 这个地方 需要大家特别注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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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凯书当中重要 到了 行草书的时候 仍然非常重要 要把这个 这个 全旁写好 我们平常所说的 全油旁 好了 我再把这个 毒字呢 右边的这个 鼠字 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 鼠字 上面这个地方 没有什么难度 就是上面这个 像个 四字一样 但是大家不要理解 为是个四 啊 下面注意 这个地方开始 注意下边 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角度 有多大 它是 直着的 还是这样 侧着的 还是侧的 这种程度 还是侧的 这种程度 大家请注意 根据字的不同 这个 横折这一笔 斜着下的 这一笔 斜度 角度 都不一样 我们一定要 大家注意 比如说 这样的字 和它接近的 我们举几个例子 说啊 比如说 鼠字 这样的 这个字 这个笔下来 就是 稍稍有点斜 稍稍有点斜 就这样 然后里边 写这个 虫子 是这样 如果 要写一个 勺 勺就是 更勺的勺 这笔就得往里 斜度大一些 因为这里边 东西少 如果斜度 不大的话 就显得里边 太空了 反过来说 如果写个 一句话 两句话的 句子 这个句 这笔就相对 应该直一些 为什么要 这个直呢 就是因为 里边的 这个地方 它要直 或者写一个 熊子 这都是要直的 当然不止 绝对的直 略 略微的 有一点 因为它这个 当中要有 比例的 所以 它就相对 的要直 所以 这个 这种 笔法呀 就是 比较斜的 叫勾逆法 勾逆法 这是黄子元 九十二法 当中提到的 勾逆法 勾逆 勾逆法 这是比较直的 比较斜的 斜式的 比较直的呢 叫勾奴法 叫勾奴法 就是我们平常 所说的 竖笔为奴法 因为它就 虽然带勾 但是相对要直 所以叫勾奴法 大家这些个名词啊 可以不用死记 但是遇到这些字 大家心里都要清楚 就是哪些个字 需要 用勾奴法 哪些字 用勾逆法 即使勾奴和勾逆 它的邪度究竟有多大 心里都应该有数 经常写这些字 心里的就都明白了 这是说的 左边的这个犬游 和右边的这个勾奴法 这之间的难度 所以写好这个独字 有双重的难度 那么我们再写一遍 这个独字 给大家看一看 注意 这边起笔啊 要在这个犬游下面 不要在上面 骑着走 要让犬游的这一笔啊 超过右方 高于右方 这个字就完美了 这是这个独字 因此呢 我们写这个字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到 这个字的难度 那么我再告诉大家呢 有个议题的写法 这个独字 大家见到之后 应该认识 平时呢 尽量少应用 偶然的时候 在书法作品当中出现 也不为过 就是把这个犬字啊 写在这个鼠字的右边 他俩倒置一下 就是这样写 大家知道 这就是独字啊 这两个字是一个字 就不要一倒置之后 就不认识这一字啊 所以这样 大家注意 有些字倒置过来 还是这个字 但是你不能以此类推啊 所有的字只要倒过来 颠倒过来 左右 只要是这么一颠倒 那么还是愿念 念原来那个字 读音是一样的 意思一样 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所说的 是这些字的倒置 就是是一个字 上次我们讲过这个 比如说 培字啊 奉培的培 这边耳子啊 是这样 念培 倒过来 把耳子搁这边 这就是不 这就不念培了 所以像这种字 你不要机械的一位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 毒字 在左边 在右边 都是这一个字 啊 好的 关于凯书这个毒字 我们就向大家 介绍这么多 下面我们呢 谈一谈这个字的 行书的写法 在行书写法当中啊 对这个字的 有一个要求 就是左边的犬游啊 更加重 应该我们整体 看凯书来说呢 是左上右的 在行书当中 不这么讲究 他常常是 左边可能放大 或者是 在凯书当中 他的主次关系 在行书当中 常常有颠倒的时候 但是他有一个 共同点 就是一定要保持认读 让大家认出来 您尽管简约了 字形有变化 但是一定要让大家 认得清楚 我们来看看 行书这个字的写法 大家看这个行书字 你就发觉 好像这个犬游更大了 他甚至还可以再夸张 还可以再夸张 把这个犬游 这个方面呢 夸张得很厉害 但是这时候的犬游呢 就不要再走 这个凯书当中的 故意要这一笔 不再用这个了 因为这样的话呢 就太麻烦了 在行书当中 显得不简便 用笔不够流畅 所以他直接就下来 但是这个上边 这两个阳角的地方 仍然显得很大 就这个地方 仍然显得很大 很宽放 然后这样写 右边这个鼠字呢 明显的要小 把它藏在这个犬游里面 所以出现了这种姿态 古人真是煞费苦心 所以流传下这些设计 这些个写字的这些美妙的方法 和遗留下来这些个真品 实在是我们用之不尽 取之不接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古人写的字 显那么好 我们真的是 除了敬佩之外 也有一种心情 就是见先思棋 就是孔子所说 见先思棋 我们见到好的 一定要想学习 向他看棋 只有我们能够跟他看棋以后 才能继续再有长进和发展 如果你根本就学不到手 你不想见先思棋 然后你另起炉灶 去闭门造车 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这也是我蛇必春娇的 向一些的青年朋友们说 你们要扎实下来 一定要学习前任的优秀的东西 我虽然只知道一点 也是一知半解 但是我从心里的静慕 古人的书法 在这一点上 我从来不敢妄言 也不敢胡写 好 我们再写下这个兴术的独子 注意看 这个地方 连上不连上 并不重要 右边一定要写在下方来 这个 从下面这个地方开始简略了 也就是 这有一个虫字 这个虫字如果再写的话 在行书当中过于笨拙了 所以写这个鼠字的时候 到下面这个 就这么简单化 但是不影响认读就是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强调的就是 左右之间的这种配合关系 让你写好犬游 不仅是这个犬字 这样 这个犬游的犬这么写 其他的字 遇到犬游的时候 不能写小了 尤其越到星草书 写的就越要夸张 这样才显出这个字的美 好吧 我们现在开始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字的草书写法 草书和星书 有一共同点 仍然在夸张 左边这个犬游旁 大家看一下 这个字的写法 这是一种写法 也是在夸张左边 还有一种写法呢 就是便于 稍稍便于认读一点 就是写完这个之后 挑上来 拐一个弯 到这 再这样写 这样呢 就容易认读一点 但是呢 很多草书家 就像我第一种写的那个样子 他就直接转过来 这么写过来了 很简便 但是这个字 平时很难认读 星书和草书的区别在哪点呢 星书仍然是 写完这笔之后啊 这容易当个片来处理 或者及时再回来 也是从这下笔 而草书 就不然 草书这笔过去之后 直接这样挑起来 所以这个草书就省了点事 直接挑过来之后 然后从这边走 是这样的 所以有些个字啊 在草书和行书当中 是有区别的 我们除了把这一点 这个草书的方法 告诉大家之外 草书主要是靠熟练 你写的时候 都是下意识完成的 只要你一边写 一边想 还有人就说的 我在创作 我脑子在构思 我在艺术上 要有一个什么什么呀 一个形象思维 你只要说这个 你就是外行 说你外行的话 还是客气话 说相上的有一句话 你就是一个棒锤 因为你不懂得书法 你只要把创作的态度 和什么什么 一些个艺术构思 放在书法里面来 你就乱 写字就是让在高度书练当中 靠着学士 靠着功力 靠着天赋 自然而然的出现的那种美 这种美不是你临时想起来的 也不是你提前构思出来 所以我们务必告诉大家 你千千万万的 要遵守书法的规则 如果你不遵守原来书法的规则 你另搞一套东西 我们只能称呼你是异类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有的人 比如说我刚才说了 鼠字上边好像是个四字 事情并不是个四字 比如说我们单写一个四字草书 大家注意看 就这个字 这个草字 就应该是这样写 但是只许四字这样写 其他的方面 就是类似这种字型 不可以这样写 比如说我见过一个 这样的一个人 也是很有名气了 写未卑的一位朋友 他写这个都书的独字 他这边呢都在这儿写 然后他写到这儿的时候 这上面都一样 他在这个地方这儿写 我告诉大家 这就是典型的 刚才我开玩笑说那句话 棒锤 不会 这就错了 因为这个 这个中间 单说右边这个麦子 这个东西不是四字 它不是个四字 因为在很多地方 你在文字学的地方就看到 比如说安置的置 这上面明显就像是个四字 下面是一个直 其实它不然 它上面是个网 是个网字的简写 包括罪恶的罪 这上面都是一个网字的简写 你不能把这个字当四字来写 比如说写这个罪字 你要是这样写 比如说下文这样写 这就不对 所以读书的读字 上面这个地方 也不是一个四字 所以你写这个四字 草书只能是这样写 麦子 再加个烟子旁 这是读书的读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你故意的来的这样 比如说买东西的买 你去这样写 这就不伦不类 因此你破坏了 文字学上一些规定 破坏了我们古代文字 和草书 新书 楷书之间的这个法则 所以 我说你是傍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